嗨 大家好 我是阿丹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這個吉貝索的這個東河派出所 因為聽說今天呢 晚上吉貝索有這個業績 那這個東河派出所呢 在早上的時候呢 就會請這個阿利姆 他們這個是全台唯一一間派出所裡面有奉詩阿利姆的派出所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來記錄這個早上的時候呢 派出所會由所長跟里長呢 請這個阿利姆 回去跟這個主嶺的阿利姆呢 來去共同的參與這個聖典這樣子 走 我們現在去裡面看一下 欸 阿丹 人家那齁 拍座長一定把那個阿利姆請去公開了呢 蛤 結束了 沒有 我看過我們來公開那邊看看好了 走我們來公開那邊看看 Gallaire姆 回家貝索就放進去 好 點說是汁 經過的 百祥 你又說了 百祥 乱室 再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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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五季 再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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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三季 再四季 再三季 再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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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三季 再三季 炸完喔 三次大大的給它炸 你看 再來後面 你再按一下 不要那麼大也可以 不要太大炸 炸三次 你很棒 它比較順一點 那要自己吃 謝謝 這個香蕉要不要 來 香蕉也拿給你 我拿了就給它 這個就可以吃的 拿著回去吃 好 我有袋子 我來拿袋子給你 東哥派出所在2008年 2009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派出所一個特色的活動 所以那時候 董事長任內就把在地的一些文化 平不住你母的文化 帶來進來派出所 成為派出所的一個特色 然後大飛那時候也有一些 單車鐵馬驛站的激戰活動 派出所有這個文化是 那時候所開始的 每年的九月 農曆九月初四初五 這邊 西北甩這邊都會舉辦一些業績 然後隔天還有校海祭 所以派出所在這邊所扮演的角色 其實也蠻特別的 它除了一般面要 維護活動的 治安交通治安之外 派出所本身他們也有 所以安利姆他們 請為公改這個過程 也是值得紀錄的一個過程 我們所在東俄派出所這邊 剛好是希拉雅族 平埔族平地原住民 他們早期生活的聚落 然後派出所這邊的立場 也是入境隨俗 把一些宗教文化民俗的東西 來做為警政的一些融合 我覺得對於當地的一些民眾互動啊 或是與一些下去的民眾做接觸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互動方式